嗨,大家好,我是修处娘 今天挖了一些刺菜,又叫刺骨牙 它呢,特别的鲜嫩,吃起来啊,口感特别的好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刺菜做一个好吃的,起来看看吧 这个刺菜呢,它表面呀,有这种小绒麻 特别容易吸附灰尘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些清水,多浸泡一会儿 锅内加水烧开,加点食用盐 这样清洗干净的刺菜,放入锅内焯一下水 翻动一下,使它受热均匀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菜的刺会砸嘴 这个呢,我们一焯水,一煮它就会变得相当的软 大火煮开以后,把它给捞出来 这种野菜啊,建议大家焯水时间稍微长一点 放入凉水内,过一下凉 将菜空水捞出,挤净水分 将菜抖开,装入盘中 将准备好的蒜末,还有小米辣,放上 浇上热油 以防止蒜末的香味 再加上生抽 撒点盐 再淋点香油 吃的时候翻拌均匀 一道营养美味的凉拌刺菜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,明天见